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16日15点27分联合报记者毛婉婷及时报导前富邦杨江赛勒,将加入金酒。 报信资料照分享本季曾暂居联盟龙头的金酒队,日前确定释出有伤在身的杨江夏普沃尔特夏普,不过在杨江大线过后,根据规则只能找来过去曾效力过SBL的旧杨江,最终金酒决定找来上季曾效力富邦队的赛勒加雷希勒,他预计最快19日抵台报道。 近期败多胜少的金酒,在13日败给本季已确定无缘季后赛的台银队后,向中华篮球协会出示公立医院证明,相有伤在身的夏普沃尔特夏普换掉,但由于已经过了本季的杨江大线,只能根据里恩条款从过去曾在SBL登陆过的人选中挑人。 而塞勒、道森埃里克道森及凯尔凯尔迈尔等人都是金酒考虑名单,最后选择能立刻动身来台的赛勒。 拥有效力NBA太阳队资历的赛勒,曾在第12季效力蒲元队,帮助球队完成四联罢,并成为史上首位SBL总冠。 军赛MVP的杨江,上一季他改批复帮战袍,不过却在总冠军期间受伤,没能帮助球队夺下队时首座总冠军。 本季FBL采用双阳僵制,双阳僵身高限制合计405公分,目前金酒阵中的佐兰佐伦福基其身高为197公分。 因此金酒有208公分的空间,赛勒抵台后必须要先到公立医院完成身高测量,符合规定后才能披上金酒球一,为球队效力。 别人叫你买我们就是要送你私奇,因为今天是卢奇基迪亚,分享分享留言烈意。